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本土論壇 陳雲 梁錦祥 陳雲 梁錦祥 本安壇跟大家見面 剛才我看的開幕才發現了一件新事 原來港澳迴鄉正 上面港澳是正體詞下面是簡體詞 我現在才看到這麼奇怪 相同 比較難看 因為三點水的簡體 有時會寫肥玉的玉字 會被棍咬 後來復古 有時不戴眼 很多細節看不到 我是今天才看我做這麼久才看 平時我們很少看片頭 沒有我從來都不留意 有時這些東西就看觀察欄 今天大約五月 你那個在寧靈大學教職 其實在實質上已經停止了 已經停止了 教學停止了 現在考試 回去收卷 改一下評分 看見到你反而就忙了 因為好像在街頭都看見你演說 現在多了去街站 平時有幾天教學的 就鬆下來 就可以偷空一些時間去街站 其實平時都是靠街站的兄弟姊妹 以供頂住 但我就夠不夠去一下 現在在街頭的活動 你有沒有想過 遲些要呼籲更多的朋友去加入 甚至設立一些辦事處 要的 街站要增加 因為現在很多只是在過斑馬線 或者比較容易擺放 而周邊不是那麼多人影響 但是那些熱點 很多人在這裡行 或者有人推銷的 我們目前是避免了 但其實那些都是要有宣傳點 就是講全民制憲的信息 永續基本法 各種都重要的 在九月會拿出來談的議題 就是在七八月競選的時候 談的議題 要提早讓人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做一個新的議程 不是再是以前那些民主 民主中國 反國、反那樣、反那樣 或者什麼什麼那些 只是競選員 喊一喊 然後是四年裡面其實做不到的 比如說什麼反港鐵家家 而不是趙家 但是在九月會有一個新的議程 就是修改基本法 使香港變成本土政府 那是很重要的 由九七到現在都沒有做的事情 所以是要有足夠的宣傳 起碼讓人熟悉了 到真的有競選期間 報名 再來 故此街站的失力 就是重複宣傳 雖然有些是 如果是經常聽開 都會覺得是滋擾 或者什麼 但是起碼是 那些是公眾利益的事 所以我想民眾會忍受 希望大家 義工 或者是支持者 多些來參加街站 去熱血報名 因為街站 其實就不同 我們做節目 我們當然不可以 每隔一分鐘 重複過一個口號 但是街站的情況 就是人人來人往 他走完 他聽了兩句 他走 你不可以說 要求他 他對一個有邏輯性的前文後理 站在這裏聽 他只能聽一兩句 因為這是我們行內光生歸 但是你又不可以放在錄音機上 原因很簡單 就是街坊要看到你的樣子 你有錄音機 他會覺得沒有誠意 或者是 錄音機即使可以錄幾個版本 但其實都是死的 他的聲線 感情交流 或者眼神交流 那些一定是真人 那個錄音機 錄音機是很無奈的之下才用 所以一去到這些 在街頭的運動 或者這些工程 其中一個很考人 就是你的體力 那個持久力 我認識有一個 當然他選到 但他選完之後 就馬上入醫院 可能站得久 住了整個禮拜 或是太過度疲勞 或是平時感冒 或是用藥蓋住 你記住 有一個例子 他應該是2008年 那次選 他選了 一個起步就是肺炎 這麼慘 任醫院 那個我們都害怕的時候 應該是第一次選 那時候是8月 他又不夠睡 早上要起床 就去街站 那個抵抗力 就肺炎 肺炎 如果惡化起來 其實是可以很大的事 但他肺炎 他都出來頂著 就馬上出來 去那個選舉輪胎 所以 如果你做多這些 這些街頭的運動 你也知道 其他東西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體能 是啊 體能 站得久 周圍的風沙 或者那些塵埃 是大的 甚至站的地方 譬如昨天上水站 站得久 地下 那些地磚 其實是有塞的 是 所以 站得久 那些義工 就知道 之前噴蚊怕水 到地磚 距一距 不止 你現在 都不同 以前 在街道 一些菌多 這個就 不是作的 你看看 這些感冒 實際上死了很多人 你在街道 你遇到不同的人 其實 接觸不同的菌的機會 高很多 在街頭就不怕 因為商場 不可以宣傳 所以一定有公共空間 只是塵埃比較大 但如果是多人接力的話 不需要一個義工 站得太久 亦都可以恢復得快 不需要曬得太厲害 或者叫到聲音 掌揚不會曬過籠 你在街頭 或者是跟那些 現在開始見那麼多 這些 有兩個問題 第一 你自己歷來都少做這類型的活動 很少 因為以前 即使是做政府 也好 或者是公共機構 也好 都是在房間裡開會 頂多 就是租過大的會議室 做一些所謂的群眾諮詢會 但其實都是室內的 而且是聽人講的多 之後 總合一下意見 給一下政府的反應 但就不會說 在街頭 要別人支持些什麼 那些比較少 以前在德國做文文論 當時是有做過 但當時都是喊老鳳的口號 就是結束一黨專政 釋放政治 要用德文喊 釋放政治犯 改善中國人權 那些好像現在 譬如支聯會喊 那些是容易的 那有人來跳你機 有的 有些當時 有些想不到的 即是一些很老的德國人 其實是毛派 他說毛澤東很好 你為什麼要反對他 然後要跟他解釋 毛澤東之後已經開始走資 走資就引入了資本主義 雙重的壓迫 除了共黨的壓迫之外 還有資本家 剝削工人 工人福利沒有保障 又沒有勞工法 然後就說服了他 挺有趣的 整個過程 你這個過程現在 少人會記得 事實上我們當年做新聞 記得有一件隨時 鄧小平訪尾 現在當然不同 現在說你誰去 全部跟你圍了 怕法輪功 當時鄧小平訪尾遇到什麼 其中一個示威是什麼 就是美國毛派的示威 把他走資 因為他曾經被派到走資派 死不改闊的走資派 我想他沒有遇到 沒有遇到 他沒有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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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歷來少見 是他都打得 大家都在這裡遇到 這班人 自己暗中批鬥過 沒有公開批模 但起碼是暗中批鬥過 或者已經揚棄了 毛澤東思想 他在海外有傳人 你現在再做這些事情 會不會有些不習慣 街頭接觸這些事情 都沒有什麼不習慣 其實好像說話 我的做法就是盡量 當然保護自己的聲音大 所以不叫得太大聲 但也盡量以一個溫和和交談的方式說 不是太過刺耳 他可以聽到少少就可以了 如果他覺得內容有意思 通常每一次街站都會有五、六個人 例如半個小時街站在這裡說 都會遇到五、六個人 停下聽幾次 聽到明才走 都挺難得的 如果我沒有記住 其實你應該在新界東部 對,在新界東 即是沙田、大圍、上水 大埔就未去 我自己未去 譬如義工去了 將軍澳那種 以我理解你是比較熟悉那些文化嗎 因為你在那裡住 沙田比較熟悉 沙田、大圍比較熟悉 其實現在如果你下街 那些人對香港最大的投訴是什麼 你自己的感覺上 最大的投訴是 如果搭開地鐵還是港鐵加價 但如果對於中產區來說 它不多角的 低下層就會已經麻木了 我唯一令某些人很驚訝 只有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 2047令到層樓要加地租 即是說你工掉了層樓 到2047可能要加一個很強的地租 可能去到10%樓價 已經是定不順了 30%樓價都有可能 又或者提前 可能中共會將地租 將它政權化之類 或者支爆之類 這是其一 其二是說醫療失誤 這是在大圍公屋區說的 也有些人害怕 譬如說 之前發生了沙田醫院 醫生還未簽發死亡症 儘管病人都知道死了 或者去世了 將它包紮 然後送入殮房 我就說 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在很嚴謹的醫療制度之下 不可能發生 這些工作所發生 但是如果是1997 如果是2047之後 香港變中國城市 這些日日會發生 接著就是 譬如說到這個 有人會害怕 這些剛才說 尤其是後者會有共鳴 譬如說2047那個 那是相對比較理性的問題 你要考慮幾個步驟 你才去到那裡 但到醫療失誤 這個就很直接 因為有受害者 還有很多人真的去公立醫院 靠訊息醫生 是的 而且你要發覺一件事 近幾年 你在報章傳媒中 看到醫療失誤的報道 是越來越多 這個你不可以很直覺去看 是否我們遠出的事 你可以移中流程 就是因為那個 傳媒比較焦點比較關鍵 但是如果你從大位去看 你事實上發覺 整個醫療系統出了頗嚴重的問題 一來就是醫療水準 或者專業道德下降 另外一個很客觀的事情 就是醫療系統的負擔 其實是超負荷 就是病人等位進去已經等得久 他本身進去的時候 病已經嚴重了 另外就是如果急症室 要轉介去病房的時候 他要在走廊排隊 那些也是對醫生護士 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其實除非是醫術很好 或者是愛心很好 或者是很強 否則是很容易出事 就算人心人術也好 你都會金屬疲勞 你每天都會面對這樣的狀態 但是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的時候 那個簡單的道理就是 實際上我們是人口火出了問題 你不是單單醫療系統 在其他方面 教育你又遇到問題 居住你又遇到問題 但是大家未有一個很強烈的心態 就是將幾個 其實很簡單 就是譬如說 街頭我也試過說過 在97之後 香港政府是建了高鐵 建了港珠大橋 但沒有建了一間新的大學 沒有建了一間新的醫院 甚至新的大型文化場館都沒有 但那個當然沒有什麼人關心 但沒有建了新的醫院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人口多了 人口老化了 接著跨境 即是由大陸 因為他變成香港人 之後回到大陸住 他一生病的時候 下來香港醫病 又或者是有些人 跨境買了香港的保險 接著他在大陸病了 接著他進來的時候 住私家醫院 也是將某一些病人 排擠了去公立醫院 這些事情其實是預計到的 其實是有數字預計到的 但政府居然是減醫療經費 今年 是呀 很恐怖 原因是 因為你現在要將資源 去奉迎中央政策 例一帶一路 高鐵 或者港珠大橋 儘管你前幾年的地產很可 但資源的劃分 你都不能撥回去 給香港人自己用 是的 其實那個買地收入 或者是利得稅 其實在這一年 其實是有壓力的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一直升的 故此它是在這個 為何要減醫療的錢 其實是有原因的 但當然是那個財政紀論不好 但客觀的 其實是平時的收入 政府的收入 或者應付公共開支的收入 其實減少了 但這些事情 很多我們在輿論看不到 財政司現在都沒有說這些 以前曾蔭權做財政司的時代 起碼會說危機 雖然經常哭窮 然後喊窮 然後到了 那麼常公佈財政預算 因為都有一些盈餘 可以派少許錢 福利 但現在沒有了 這些危機感沒有了 最新的公佈 事實上人巴採在下跌 那你看看 如果這樣跌 你還要一下 去進貢給這些高鐵 什麼的 國中華大橋 你實際上 你不會有些 多餘的資源 給香港人真真正的需要地方 另外一個舉例子 也有提提 網上也有說 現在經常血腹是缺血 有些人就很評論 其實就因為你很多血 去了一些私立醫院的大陸來治病 大陸來claim保險 要不就是董建華時期 搞那些所謂醫療產業 醫療根本不可能做產業 他就是招呼了一些 比較有錢的大陸人來治病 或者是他買了保險 然後在香港的私立醫院醫病 這樣的話 因為血腹是共用的 就會缺血 或者令到有供應的問題 你又不可以說 因為他要賺錢買血 這個做法在大陸是這樣的 但香港是我們的價值觀 總括來說 如果在地區上的經驗 就告訴你 特別是某些區域 例如公共資源的負荷 已經去到一個崩潰 如果你再不在選舉 公開的辯論場合 去提出兩件事 實際上去到白安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投訴無門 即是已經去到急病 即是已經去到急病 已經是連政府說 呼籲那些人急病 不要去急症室 已經是荒唐了 急症室是最好處理急病的地方 市家醫生或者診所 有時候沒有這麼好的檢查 而且他最終都是轉介去醫院 但居然是政府出了這些勸語 這些是荒唐的事 但我們居然已經是麻木了 其實今次是透過這次的競選 或者整個葉浩城聯盟參選 我們其實是除了說我們那個 全民制憲的議程之外 還將這些平時積壓的民生議題 一次是拿出來說 故知如果參加街站的義工 或者是講述員也好 或者是後勤支援也好 都會聽到這些東西 或者都會想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對自身的一個國策 即是新聞香港人 或者我們香港廣民 關心香港的東西 另外就是在15號 即是下個星期日 就是新界東 我自己的辦事處就開幕 那天就歡迎大家來 那時間應該是中午到 遲些會再有詳細的通告 那天就可以多些來參與 因為遲些都會在辦事處做 很多這些公民講座 即是選舉的自勝 即是勝利也重要 但整個過程 即是利用這兩個多月 三個月的時間 做一次很大認別 以及比較徹底的政治關注 公民教育 這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那你那個辦事處開幕 有沒有選擇吉時 有沒有看過 我一般都是 阿達幫我選擇的 應該是怎樣 一般是中午的時間 剛才提到那個 事實上 不知為何現在沒有人 大力去偏達 應該是高永文 提過 那個急症患去斷症 可以護士待醫生先做 即是說這個人 只是說這個話 即是我也要跟回 好像他們現在 說都有罪 不可以這樣說 即是恐怖 這是很久以前 你說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醫生上了前線 得回退休醫生 或者是老護士 在小鎮 沒多久才可以這樣 正規我們香港的太平城勢 搞成這樣 有多刁架 但因為這些事情發生太多 正如剛才你說的 香港人馬目 你如果在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說這些話 那個衛生部長 你應該下台 要下台 你不可能說 這是違背醫學道德 你如果發覺醫生不夠 他是有責任做這件事 評論員可以亂說 即是說普通短症 打針護士 好過醫生 可以這樣亂說 但是一個掌管醫學的人 掌管醫療服務 公共醫療服務的人 一定要用至少最標準的東西 或者最高標準 以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 以及我們英國管治 留下這麼好的公共醫療行政 和公共衛生的底 這麼好是不應該這樣跌法的 甚至以前我在政府做的時候 聽一些英國來的交流的人 他們稱讚香港醫療系統 當然當時是97、98 那些時候 他們說 你們這些殖民地 留下的底 比英國本土還要好 我當然只能夠解釋 一方面是殖民管管 就好 殺了鞋 另外就是 我們始終都算是富裕的城市 剛才提到醫療系統的問題 有些人有一個錯覺 譬如我們這些醫生不敢 我們可以輸入給醫生或護士 事實上我正在想這句 但問題是 醫院不夠 是不能透過增加醫生 去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 輸入醫生 以前我們在香港的做法 就是英聯邦系統的醫生 其實都不會有人來 要自己訓練 以及醫學 其實是一個本土職業 因為體質 有些什麼病 一些這裡的人 人種或者人口構成 適宜用什麼藥 這些全部是需要長期的 本地的訓練 以及本地的知識 還有一個師傅帶著 有些有愛國來的 除非是做合診 或者匯診 那些很高級的判斷 但也有個本地醫生帶著 一起參與 就不斷不會說 一個不知有什麼地方 英聯邦都還可以 但是由大陸來的 中國大陸的醫療習慣 或者他那邊的人 那個體質 或者是吃藥的習慣 譬如他可能什麼狀態都打過很多針 給很多補藥 就是西藥的補藥 總之要把數捕大 或者拿很多包藥回家 就覺得很開心 那種狀態 如果帶進來香港 香港不是那種醫療風氣 沒有 他在裏面 一有什麼事就打點滴 前一晚我寄了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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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學生都打點滴 第二個就是 懶門抗生素 我不知道裏面醫生的習慣如何 如果在大陸裏面 他們有些病 如果不看醫生 就自己買回素食 另外就是醫療檔案 病人的病歷 是可以隨便看的 當然這個是他們的習慣 大陸很多地方的病人 會拿回自己的病歷 然後可以看下一個醫生 或者轉醫生 就可以直接轉去 不需要醫生之間轉介 但是這樣的話 就令到病人拿著病歷 或者令到醫生 處理病人的私隱 不是太過小心的 很多時候見到病人 在走廊 互相交換看一些東西 什麼世界 當然這個是以前可以 但我們現在的標準 我們不接受這件事 如果你看過 那個病歷表 其實它有一塊折疊 就是告訴你 這個是病人本身的私隱 但最後一句 就是透過一些引入外來 所謂人才的方法 去解決現在香港的公共資源崩潰的問題 事實上是不可行 不可行 這也是違背了我們過去香港 整個公共服務的發展 以前我們很辛苦 在香港大學整個醫學院 後來也是非常艱苦 也都用了很多公共投資 很多醫學教學的人員的心血 才在中大整個醫學院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例如另外港大亞科學院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才可以支撐起香港 很優秀的醫療服務 和醫學的研究水平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被你這樣敗了 另外香港是不可能 不可能坐視不利的 是啊 這也是說現在很多原本對政治 不是想走去第一線的朋友 大家要挺身而出的原因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你不是很主動去出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根本過多十年來年 在香港生活的條件都不存在 不存在 你即使可能拿過外國護照 或者有外國居留權 你不可能馬上乘飛機回加拿大的 飛機可能限制你不讓你上 如果你有急病 或者某些傳染病 你都是要香港醫的 所以就是奉勸那些有錢人 都好 都要關心香港的 整體民生 以及整體公共服務 好 好 希望剛才陳文說這番 這麼貼地的言論 能夠在街頭上 能夠令到更加多人醒覺 好了 我們第一次要起訴 我們第二次回來 講講由這個問題 你想到這個枝爆的問題出現 是怎樣